欢迎回来 中央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中 宣布拨款6000万令吉 津贴新生婴儿 免费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 由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不再强制接种的疫苗名单里 再加上价格高昂 因此备受父母的忽略 本台记者李雨晴 日前专访日同儿童专科医生 请医生为大家解释 肺炎链球菌疫苗的重要性 对于加油小孩的父母而言 2020年财案最好的一项措施 是政府拨款推动肺炎链球菌疫苗注射 我国没有强制新生婴儿 注射肺炎链球菌疫苗 这疫苗有两种类型 分为结合型和多糖型 目前只能在私人诊所注射 每一剂300令吉不等 注射三剂的话就得花上1000令吉 这个数目可不小 那以小孩子现在在市场上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主要是应用结合型 主要是分13型还有10型 那加钱方面的话 大概是如果是13型的话 大概是250到350左右 那至于是说10型的话 就大概是180到250左右 事实上许多家长对这种疫苗还不认识 肺炎链球菌的传染方式主要透过唾液 如打喷嚏或者咳嗽 前伏期一到三天 症状包括发烧 咳嗽 呼吸急促 神志不清 试睡甚至是抽搐 一旦小孩被肺炎链球菌感染 会引发肺炎 脑膜炎 菌血症和中耳炎 严重的话 可以导致脑损伤 听力损失 甚至是死亡 其实在我们健康的儿童 还是成人的话 我们也可能会有 就是我们会带着这只细菌 可是我们都可以按好无事的 相处在一起 就大人来讲的话 大概10到15%的大人也会有 主要是在鼻腔内 那小孩子的话 他的几率的话 大概是20到60%的小孩子 也主要是在鼻腔内 但我们就是患上 可能说有些感冒 主要是我们的鼻腔黏膜 受损之后 那这一些细菌的话 它就会变成 就比较有侵入性 然后它就会造成 进一步的感染 而变成疾病 五岁以下 特别是两岁以下 或者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童 都是感染肺炎链球菌疾病的 危险群体 保守估计 全国大约有40%到50%的 新生婴儿 注射这剂疫苗 孩童年龄的不同 所需的疫苗剂量 也随之增减 出生7个月以下的婴儿 医生建议注射4剂疫苗 守3剂 每两个月注射一次 最后一剂 在1岁以后注射 出生7个月以上的婴儿 可以注射3剂 守2剂之间 间隔至少1个月 最后一剂 同样在1岁以后注射 至于1到2岁的孩童 只需注射2次 之间需间隔2个月 2岁以上注射1剂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 70%的coverage 它就能够达到一定的社群保护 而且就是间接性的 它能够提供我们年长的 特别是就是65岁以上的 这一群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率 根据卫生部 一旦政府将肺炎链球菌疫苗 列入国家疫苗计划中 未来5年相关疾病 可大减数十万宗 间接为政府节省 5亿令吉的医疗开销 如今卫生部将获得 财政部拨款6000万令吉 为明年出生的婴儿 注射免费疫苗 预料将会有50万名孩子受贿 马新社电视李渔晴采访报道